各位学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12章 非货币性自然交换 好 我们先来看考询分析 2017年本章教材内容 由原来的第15章调整到第12章 那么也就是说名称变了一下 但是教材内容没有发生事情变化 所以这一章比较省事 没有调整到别的章节去 本章近三年考点是 非货币性自然交换的认定 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确定 同时经常出现旧商业失职 且公元价能可靠计量的 非货币性自然交换 而且与债务重组 差错更正有关章节结合 出的什么主观性题目 所以这章单独出题的话 那么考过吗 那么没有 往往是和有关章节结合 比如说和股权投资结合 考过 比如说我持股比例 20% 然后追加投资 通过非货币 交换换进来的一个 就20加40 那么从长期股权投资的 全一万到长期股权投资的 成本法 可以吗 可以 那么换进来的 那么再比如说我持股比例 80% 通过非货币 交换交换出去了 通过非货币 交换交换出去了 从持股比例80%到20% 或者到5% 那么从长期股权投资 转换为权移法 或者是转换为金融资 那么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助算师 绝对考过 所以债务重组 非货币 交换 往往和股权投资 结合 是我历年讲课时 特别强调内容 好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此外 这一张内容 还要注意 由于涉及到 盈改增以后 涉及到固定资产 无形资有关内容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这张内容 按照这个支点 去学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支点 非货币性赞交换的认定 三颗星 为什么三颗星 因为历年考试当中 在这个支点 所涉及到的题目 比较多 所以来看一下 那么客观题 主观题 均可以出现 这是一个 那么14年 15年 16年 3年 在这块都出现了 本支点内容 看见了吗 都出现了 所以重点吗 当然重点了 好 第一个问题 非货币性赞交换 那么首先涉及到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是货币性赞 什么是非货币性赞 那么我们才能知道 这个交换的问题 第一 什么是货币性赞 所以货币性赞是指 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 和将以固定的货 可以确定金额收取的资产 包括 现金银行存款 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 货币资金 还包括我们其他货币资金 对吧 还有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以及准备持有值到期的债券投资 那么这些都是所谓货币性赞 那么非货币性赞呢 排除吧 除了货币性赞以外的赞 都是所谓货币性赞 好 看一个造型 下列各项目中 所谓非货币性赞内容 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交易性金融赞 非货币性 那为什么呢 那么首先来讲 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我今天我购买一只股票 中石油股票 我买了 买了以后 我打算明天就卖 明天就卖啊 好了 那我问你 明天你卖的金额知道吗 不知道 金额不确定啊 对吧 金额不确定 风险你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首先我们用这个思考题的形式来告诉大家 这个交易性金融赞不要认为它是货币性的 它是属于非货币性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交易性金融赞这个内容啊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 很多学生总认为交易性金融赞很容易变现 那么很容易变现就属于货币性赞 不是的 我们讲定义是收取固定的金额 这块不是固定的 好 那么持有之道又是为什么是货币性的 那么这为什么非货币性的 大理很简单 持有之道期到期收本收期的金额知道吗 知道 是固定的吗 是固定的 那么就是货币性的 就这么简单 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应收账款 货币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收取的金额是固定的 预付账款 那么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为什么呢 因为预付账款 钱出去了 最后你收回什么东西 你收回的是存货 存货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所以这是一个 上次还有一个选择我们问题了 是预收账款呢 预收账款呢 预付账款 第一 不属于我们这儿的资产 它属于什么 负债呀 第二个 那么是货币性 非货币性 当然是属于非货币性的负债了 好 那么注意的问题啊 我们现在所讲的是 非货币性资产 与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 那么这两个东西 看见了吗 这两个东西 同时属于非 那么才属于非货币 再交换 这边属于非 这边也属于非 这边非 这边也非 那么如果这边货币性资产 这边非 那就不行了 这叫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了 这两边记者都是非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 单项选择 2015年的考题 所以为什么这个支点三颗心 经常出题 下面来看 在不涉及补价情况下 下列各项交易中 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有 开出商业成队汇票 购买材料 材料水非货币性资产 商业成队要走什么科目 走的是应付票据 购买材料嘛 应付要据 所以这个 不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B 以拥有的股权投资 非货币性资产 换入专利权 非货币性资产 两边都是非 这个可以了 答案应该选择 币当然选择了 在应收账款货币 换取的联益企业投资 那么这水费 这水货币不行了 以作为持有制造机 持有制造又资水货币 那么换取 机设备 费 那么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就不行了 所以这两个都不行 唯独这个币是可以的 唯独币可以 好 再看 一道多少选择 14年考题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发生下列交易 事项中应该按照 非货币性资交换 经处理由 A 以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 好了 非货币性资 换入投资性房地产 非货币性资产 两边都非 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B 以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产品那是非货币性资产 那么换入生产 用了专利介绍 这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 C 以员准备持有制造期 持有制造期货币 这不行了 换入固定资产 那么这就不行了 那么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 定向发行股票 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 属于所有者权益 代记股本 还记得吧 代股本 那么灌入了什么什么 这都无所谓了 所以这个肯定不行了 好来看答案 答案是AB吧 C来看 持有制造有债券性投资 属于货币性资 那么D呢 发行权益工具 你发行以后 带的是持收资本和股本 这属于什么 那么这属于 所有者权益 不属于非货币性资 所以这也不属于非货币性资 所以记住 两边都是非 两边都是非 非货币性资交换 好 再看一三件好题 按照快准则规定 下列各项中 属于非货币性资交换的 有A 应收账款 换入土地使用权 应收账款 不行了 这个不行 专利技术 非 换入控制权的股权投资 这个两边都是非 属于非货币性资交换 那么C 以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换入 没有到期 应收票去 应收票去 属于什么货币性资 所以这个不行 第一 以作为交易性 交易性资 属于非货币资 然后换入机设备 机设备 属于非货币性资 两边都是非 所以大家应该选择 是谁啊 这是一个 B一个D 这BD嘛 好 那么再来接着看 12年机考那一年的考题啊 在不涉及补价情况下列各项交易中 属于非货币性资交换的 应收票去换入 投资用房坦 应收票去属于货币不行了 应收账款换什么不行了 对吧 这都是属于货币的 可供出售 权益工具投资投资啊 那么换入固定资 非货币性资和非货币资交换 这可以 长头换入持有制导器 持有制导器水货币 这个不行了 所以大家应该选择谁啊 答应选择C吗 是不是C啊 C 好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三颗心 再来看第二个 非货币性资交换认定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 非货币性资交换是没有补价的 但是个别情况下 也会有补价 所以在设计少量补价情况下 那么我们要判断 判断到底是 所谓不所谓 非货币性资交换 还是货币性资产交换 那么以25%为界限 以25%为界限 不含25% 必须要低于25% 好 下面我们来看公式 第一公式 收到补价解 背公式 分子上收到补价分母上 是换出资产的公元价 小于25% 才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如果高于25% 或等于的话 则属于货币性资交换 第二个 支付补价企业分子上 支付的补价分母上 支付的补价 加上换出资产的公元价 小于25% 所以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好 那么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问题 分子和分母在这均不含增值税 记住这个补价是不含增值税的补价 好 那么机考以前在这经常出现一种提醒 就是下面这种提醒 这种提醒现在考的少了 机考就没考 机考前考过大概有三次可能是 下面来看 下列交易中 属于非货币性资交换 有I 以600万的应收账款 那么换取生产设备 应收账款属于货币 所以这肯定就不行了 以持有指导期的 甭看了 持有指导期属于货币的 所以这个肯定不行了 那么C 以公允价600万的厂房 换取陶瓷进房地产 那么这属于非货币性资交换 对吧 但是要收到补价30万 那么怎么办 套公式 这是一个 那么再看地 以公允价500万的专利权 好 换取可供出售 飞 飞 两边都是飞 那么属于非 我们怎样交换 但是这块 支付补价 一个收到 一个支付 所以C和D 在这还有第二次 干什么判断 套公式判断 所以我来看一下 那么选项A和选项B 这块已经说了 不水 非货 我们怎样交换 那么选项C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选项C 我们刚才说过了 选项C 选项C是600万 好 那么收到补价 好 套公式收到补价 所以分子上是 收到补价30 分母上换出自然盘税的供引价600 算出是5% 小于25% 所以水 非货 不赶交换 那么再来看D D是支付物价 所以分子上支付 5加100万 分母上支付 不加100万 加上换出资产的 不含税供引价500 算出16.67% 小于25% 所以也属于非货 必性赛交换 完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答案选择CT 那么这块内容 就是一个判断问题 所以这个支点 非货 必性赛交换 他能认定 为什么三颗星 经常在这出题 大家把握好就可以了 那么这两份 应该是势在必得的